我只是买包子时掏出了十块钱 整个包子铺的人都把我当作精神病 只因全球物价一夜贬值一亿倍 小仙女的财力只要一毛八 两块钱就能拿下超大面积的豪华别墅 而此时还不知道的我拿出十块钱就要付包子钱 这可把包子铺的客人吓坏了 但聪明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能把十块钱不当回事的人肯定不减半 必须要抱上这条大腿 帅哥你要老婆不要 我今年十九岁 青崖舞蹈学院的大学生 财力只要五毛钱 我的一血还在哦 你做梦吧 人家富二代怎么能看上你 他却原装吗 进口原装人家都随便用 一头雾水的我只能尴尬地挠挠头 转头把十块钱递给包子铺老板 老板看到我递过来的钱不由身体颤抖 惊吓得后退了两步 老板怎么不收钱 我看他半天不收钱问道 老板的脸色从目瞪口呆到难以置信 最后净转化成了愤怒 下一刻老板竟然一拍桌子怒道 你找茬是不是 我瞬间呆了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找茬了 老板怒道 你给假币难道不是找茬 我警告你 现在付钱我让你走 否则我报警了 我目瞪口呆 万万没想到 我拿十块钱付包子钱 对方竟然要报警 我欺诈了 老板你有病了 这哪是假币 这是如假包换的真钱 老板比我更加火大 怒吼道 真你马逼 用假钱还狡辩 我告诉你 老子这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十块钱的纸币 你这么穷怎么可能有真的 我愣住了 第一反应就是老板在耍我 你说什么 你只在电视上见过十块钱的纸币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里的包子不是十块钱一龙吗 老板一瞪眼 小子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包子是金的吗 怎么可能这么贵 谁不知道十块是十一角 我一份包子卖十块 我是抢劫的吗 你好好看清楚菜单 老板把菜单直接扔在我面前 听着老板的话 我当即错误 再看菜单上的价格 我更是瞬间瞪大眼睛 只见菜单上写着 包子一龙十角 我怀疑眼睛出错了 怎么会是十角呢 不是十块吗 这也太便宜了 年轻人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吗 我再跟你说一次 一角等于一块 十一角等于十块 十块钱都可以 把你后面的小区买下来 老板彻底无语了 他怀疑这年轻人 是精神病院出来的 我这次怀疑耳朵出错了 老板 你说什么 一块等于一角 十块就能买个小区了 老板不买到 对啊 你自己看看手机 查查我说的对不对 这点常识你都没有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事 读书读到狗身上去了 连一块值多少钱都不知道 我急忙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购物软件 这次我彻底惊呆了 一部苹果手机 一万角 一部法拉利 五百万角 一套清城顶级豪华的别墅 看清价格 我的眼珠子瞬间动爆了 只要一块钱 老板说的是对的 一块钱真的等于一亿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睡一觉醒来 世界的物价都变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忽然弹出一条信息 丁 尊贵的银行联盟黑金用户 零花钱钱包已于7.12分 自动扣款1699.37角 您当前的账户余额为 二十亿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元 九十九亿九千九百八十三万零六十三角 这一刻我彻底张大走吧 我的手都在颤抖 我意识到了事实 那就是整个世界的物价都变了 但我的钱却没变 我仍有二十万 现在只要我想 我马上就能买下二十万套豪华别墅 四百万辆法拉利 二十亿部苹果手机 这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靠 原来我比全球首富还有钱 我要逆天了 而且我用手机扫码还钱 发现手机支付界面同样也换了 单位不再是圆 而是脚 年轻人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发现拿十块钱假币戏弄我不成 不敢说话了 老板洋洋得意道 老板 你说得对 谢谢 我看着老板狂喜地笑道 我买完早餐后打算回家 这时不远处一辆停着的奥迪车 下来了一名极美的女人 一身欧欧制服 一双媚眼勾魂夺破 俏脸仿似熟透的水蜜桃般娇艳欲滴 特别是被制服包裹的郊区 更是凹凸有致 被西装裤包裹着的眉腿 即使隔着一层布料 仍能看到完美的腿形 路人的视线全部炽热贪婪地停在她的身上 而我同样也视线发指 我在健身房当教练 见过很多身材完美的女人 可这么好看的 确实太少见了 但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 只见女人下车后 静静直走向我 开口轻声道 先生 您好 我叫刘旭 不好意思 请问能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吗 她紧张地低着头 只敢在说完后 悄悄地抬眼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震惊 这么好看还开着豪车的女人 居然主动跟我搭讪 柳小姐你好 我叫纪博达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惊讶地问道 柳旭刚想开口 余光略见其他人还在盯着她 指住话头道 这边不太方便 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怎么样 她目光瞟向不远处的星巴克 我下意识到 去我家怎么样 家里就我一人 非常安静 我其实看到柳旭的目光了 可我想省钱 柳旭一愣后咬着红唇 挣扎后才答应 好呀 那有劳您带路了 柳旭明显感觉自己心跳加快了 她还是第一次去男人家里 她多少有点害怕 我笑道 那你跟我来 说完转身带着柳旭走入小区 到家开门 不好意思 我的家里有点乱 看着凌乱的房间 我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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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 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卡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安全度全世界第一 卡主信息连银行联盟内部人员都无法查询 只有银行联盟的管理者才知道卡主是谁 所以全球至今无人知晓黑金龙卡到底有多少人拥有 听完柳旭的话我吓到了 我啥时候办过这样牛逼的卡 随即我反应过来 肯定是世界大变 连带着我的银行卡也变了 就在这时 柳旭忽然惊慌地起身弯腰巨公 带着浓浓的金巨道 抱歉季先生 是柳旭卖弄了 您拥有这张卡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张卡拥有的服务 是我多嘴了 他刚刚因为太过震惊说话过节了 继波达要是生气 直接给世界银行联盟打电话 那他可就惨了 见柳旭如此大张旗鼓地道歉 我摆手 没事没事 你先坐下 我是真不懂 听你解释我才清楚了 说着话我忽然发现 柳旭阴弯腰领口大开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溜进两团高速中 一股子气血光光地往脑顶窜 好家伙 城府深沉啊 我看了两眼后 趁着柳旭没发现 急忙收回眼神正经危坐 谢谢季先生 而柳旭闻言 这才只起身子坐回沙发 柳旭叹了一口气道 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莫名其妙 你不是要让我开卡存款吗 卡都没开呢 人就走了 柳旭一论 您都有黑金龙卡了 还需要我们银行的卡吗 当然需要 我总不可能天天 带着这张卡招摇过时 我笑道 知道自己拥有黑金龙卡后 我就决定再开一张卡了 这样出去使用的时候才方便 万一哪天用黑金龙卡被奠记上就麻烦了 柳旭原本黯然的眸子瞬间亮起 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笑道 不过有言在先 我开卡可以在青城随便找一家银行开 所以如果你的条件不能比其他家的更优厚的话 我是不会办的 没问题季先生 我比不过银行联盟 但跟青城其他银行比 我有信心能打动你 柳旭信心满满地笑道 好 我点头 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我和柳旭吓了一跳 急忙回过头去 当看到来人时 我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柳如烟 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是我的前女友 当然是我被他踹了 季伯答 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臭家 柳如烟讽刺地把钥匙丢在鞋柜上 我是来要你道歉的 我惊呆了 柳如烟出轨 请要我道歉 她是个杀饼啊 这时柳如烟身后又走出了一位黑丝美女 她出现后立刻对我吼道 季伯答 快给如烟道歉 卫星你怎么也来了 我皱着眉头问道 卫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也是柳如烟的闺蜜 她常年健身 身材火辣 从入校就是很多男生心中的女神 但是卫星极度败金 在她心里只有很有钱的大公子才配得上她 正因如此 我跟柳如烟恋爱时一直被卫星嘲讽 卫星讥笑道 我当然是给如烟撑腰的 万一你欺负她呢 欺负 我怒极返校 卫星 你知道柳如烟干了什么吗 卫星当然知道我说的是柳如烟出轨的事 戏谑的道 大家都是成年人 没结婚想做什么都是自由 更何况绿你的是蒋云大少年 你这穷鬼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在我身后的柳旭听到这番言论惊讶的抬头看着卫星 把纪伯达这种持有黑金龙卡 一元硬币随便扔的富豪成为穷鬼 这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柳旭思考引起了卫星的注意 这女人也太漂亮了 下一秒她狠狠地呸了一口 大清早的家里有女人 纪伯达 你昨晚和这女人滚床单了 渣男 昨天刚分手 今天就带女人回家 别血口喷人 她跟我没关系 我不想连累柳旭 但柳如烟却讥讽道 一男一女大清早地待在一起 你们没事谁信啊 纪伯达 本来呢我还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歉意 现在看来你也不需要 她一下子就觉得自己 绿了纪伯达实在是太正确了 不然她觉得我肯定会比她先出轨柳旭 卫星帮腔道 这种又穷又渣的男人 早点离开对你是好事 我气笑了 我懒得再和这两个双标的人解释 你们两个来我家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只是在这里颠倒是非黑白 滚出去行吗 卫星大怒 你敢叫我们滚出去 柳如烟对我道 纪伯达 你出轨的事情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必须跟我道歉 这次不光是我 连柳旭也忍不住气笑了 柳如烟是怎么做到如此理直气壮的污蔑呢 道歉 道什么歉 怪老子去你公司楼下撞破你当破解的事情 我冷笑 柳如烟脸色一变 你说话放尊重点 我让你道歉 是让你跟我妈还有我弟说 什么 我一论 老子凭什么跟你妈道歉 就凭你今天早上没有把二十万打到我妈的卡里 柳如烟咬牙切齿 你知不知道 你没把彩礼钱打过来 害得我弟没钱交彩礼钱 女方退婚了 我原打算给柳如烟二十万彩礼 柳家想拿做柳如烟弟弟结婚的钱 现在我没给他们 搞得他们定不成婚 柳如烟自然上门来找我的麻烦 我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出问题 还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你在说什么 你出轨了就代表我们的订婚已经自动取消 你现在还要让我打彩礼给你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 我怒不可遏地吼了出来 说到最后我都气笑了 我跟你在一起六年 我咋从来没发现你居然能这么无耻 在我身后的柳旭更是震惊地瞪大眼睛 一个能把一元硬币到处乱扔的神级富豪 到底是怎么看上这种女人的 他脑子里忍不住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柳如烟这种货色都能和继博打定婚 那他好像也可以 想到这里柳旭翘翘脸一红 在心里呸了自己一口 怎么会想这些奇怪的念头呢 已经愤怒至极的我再没说话 用一个破烂行李箱 把柳如烟二人直接砸出了家门 砰的一声 房门关上了 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 道歉柳小姐 让你见笑了 我们说存款的事情吧 我叹了一口气道 好地先生 我决定给您开出的条件是 柳旭刚要介绍 我摆摆手 没事 你不用说 你直接帮我开卡 我存钱就行 为什么 柳旭惊讶 他没想到刚刚还要货给三家的我 现在居然这么痛快 你因为我受了一场无望之灾 这是我的歉意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这时柳旭却道 谢谢季先生 我还是一定会给您开出 全清城最优厚的条件 您等着收卡就行 好的 我点头 这时柳旭抿着嘴笑了笑道 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您应该会很想听 什么事 我一论 蒋家最近正在跟省行 拿一条几十块的贷款 我打听到这贷款对他们很重要 如果批不下来 他们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柳旭笑道 听说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 以您的身份打声招呼 我想如果蒋家不想一蹶不振的话 就应该要跪下来求您放过他们了 他知道我的敌人是蒋云后 立刻想起蒋家在省城借钱的事情 打算将这件事情拿出来卖得好 话音一落 我当即惊讶 真的假的 我这么厉害了 打声招呼就能把蒋家 献于万劫不复的经历 这招呼跟谁打 当然是真的 以您在银行联盟的地位 一句话就能办成 柳旭顿了顿道 或者您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替您代劳 跟省行的人说一声 那麻烦柳小姐了 我想了想马上答应下来 柳旭露出笑容 您客气了 他心里有些雀跃 因为他觉得整死讲家 既博打只需打个电话就行 但现在愿意交给自己办 肯定是因为和自己的关系 更近了一步 能和一个神级富豪 在短时间内有关系紧密的趋势 柳旭很高兴 但柳旭哪里知道 我选择让他带楼 完全只是因为 他不知道上哪去打电话 这事我觉得 也不能白让柳旭做事 考虑了一下后说道 这样的话 他第一次存款 顶添了存个几千万乃至于一块钱 无论多少他都可以接受 合作需要细水长流 所以他马上一口答应 但答应下来后 他猛地意识到不对劲 一千块 怎么 太少了吗 我摸了摸鼻子尴尬的 我的认知还停留在物价贬值钱 一千块虽然很多 但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总让我觉得有点底气不足 毕竟以前去柜台存一千块 都会被柜台的人鄙视 但柳旭却猛地摆手 脸色涌起极抹娇艳的红玉 说话都结巴了 季先生 您说笑了 一千块实在太多了 他被惊坏了 整个大脑嗡嗡的 神豪存钱这么刺激的吗 另一边 柳如烟和卫星离开我家后 越想越气 心儿 这口气我忍不下 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卫星跟着恨恨地道 既然这样 我们想办法从他身上拿二十万脚 让他恐吓我们 对 我一定要从他身上拿回二十万脚 这二十万脚本来是我的 柳如烟忽然眼睛一亮 对了 这家伙之前为了表忠心 把他的银行账号密码都告诉我了 我现在是不是能上他的号转钱 真的假的 卫星惊喜道 真的 昨天刚分手 这家伙肯定没来得及改密码 我们赶紧赚钱 柳如烟拿出手机快速地输入账号密码 卫星定睛一看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登录上去了 这年头还真有这么蠢的人 卫星笑嘻嘻地说道 你快点把钱转出来 他现在肯定在和那只鸡轻轻握握 你现在转钱他不会发现 他口中那只鸡说的就是柳旭 好 柳如烟直接在我账户里转了二十万角 转完之后 柳如烟本想退出账号 但卫星忽然道 你再多转一点吧 他刚刚威胁你 你得给他一点教训 他要让柳如烟把我的钱全部转走 这样我就得乖乖跪在他们面前 求他们把钱还给我 柳如烟眼睛一亮 对啊 让他威胁我 我把他的钱通通转走 柳如烟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为了结婚 现在可能没钱了 没钱也试试 谁知道他会不会藏私房钱 他昨天敢去嫖娼 今天敢威胁你 你觉得这男人像他表面那样老实 卫星撇撇嘴 既搏搭这种表里不一的男人 最令人讨厌 柳如烟认同卫星的话 马上再次转钱 不过他没敢转太多 他打心里觉得我没钱了 转账成功 一万角 竟真的转账成功了 柳如烟的怒火瞬间高涨 这家伙果然撒谎了 混蛋 还说自己没钱 再继续试试 数多一点 卫星窜多道 才一万角 这算什么 柳如烟输入十万角 转账成功 卫星和柳如烟脸色全变了 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这家伙骗我骗得好苦 直接转一百万 说不定他还偷偷存着 卫星道 好 柳如烟马上输入一百万角 事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一百万 转账成功 他怎么有这么多钱 卫星呆住了 前前后后他们赚了一百一十一万了 难不成纪博达竟是个隐藏的富豪 卫星把这个想法告诉柳如烟 他怎么可能是富豪 柳如烟道 那他怎么有这么多钱 卫星道 柳如烟意识过来 我知道了肯定是他瞒着我 他瞒你什么了 他说他爸妈把房子卖了给我付首付 说不定那房子卖了几百万 他骗我说卖了一点点而已 柳如烟咬牙切齿 这个混蛋居然这样瞒着我 该死的家伙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的钱全部拿走了 到时候让他写一封道歉信 还有给你弟弟赔礼五十万 我们再原谅他 这样也显得我们宽宏大量 你说好不好 卫星给柳如烟出主意 好 我现在倒要看看 他一分钱都没有了 还能不能对我硬气 柳如烟讥讽道 他不怕我用其他手段拿回钱 因为他背后有奖银呢 对柳如烟来说 他现在要好好惩治我 没错 我让他跪在我们柳家门口认错 柳如烟说着推出了我的账号 在他看来 他们已经把我的财产全部拿到手了 想要拿捏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他哪里知道 他转走的一百多万 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九牛一毛 他压根看不到 纪博达的银行卡 到底有多少钱 破旧客厅里 我一拍脑袋 忘记把车钥匙和房子钥匙拿回来了 新房新车还在柳如烟手里 刚刚忘记拿钥匙了 想到这里我打开手机 打算通知柳如烟把钥匙准备好 他过去拿 谁知刚打开手机 我瞳孔当即一锁 几条转账信息赫然映入眼帘 您的账号已于8点35分 在其他设备登录 银行卡信息 转出一万角 转出十万角 转出一百万角 您当前的账户余额为 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元 九十九亿九千八百七十二万零六十三角 我眼神豁然大变 柳如烟 我疼得一下站起来 电话打了出去 柳如烟 你凭什么这么做 凭什么 哈哈 继伯答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我告诉你 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二十万 另外的钱是拿来惩罚你的 柳如烟在电话内头道 你要是不来我家跪着道歉 这笔钱绝对不会还你 你这是道歉 你以为你会没事 我露出冷笑 道歉啊 账号是你主动给我的 你自己也说过 钱要多少叫我自己准 我只是照你的吩咐做而已 这能叫道歉 柳如烟语气里 全是对我曾经深情的讥讽 我拳头瞬间钻紧 眼瞳更是泛起赤红 当初的自己为什么这么蠢 既然这样 你别怪我把聊天记录 发给你弟弟的未婚妻 我呸了一口 你敢发 我就敢让你实验 还让蒋少在清城封杀你 你一份工作都别想找到 柳如烟洋洋洋得意地 抛出杀手锏 他可是知道我欠了多少钱的 他敢百分百保证 我绝对会低头 但事实让他失散了 我根本没有如他意料中的低头 我没回答他 反而警告道 我限你半个小时里把钱转回来 另外我的车钥匙和房子的钥匙 我要拿回来 你最好尽快给我准备好 不然你不光保不住你弟弟的婚事 连你自己也保不住 以后我可以去牢里看你 话音一落 柳如烟炸毛了 纪博答 我告诉我 我直接挂断电话 看着卡里少了一百多万脚 柳如烟一次又一次无底线的行为 就像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在伤我一样 伤那个痴心痴情的我 这个混蛋敢和我撕破脸 那我就要他死 你先回家 我去找蒋少 楼下柳如烟气得牙根都咬碎了 好 卫星点头后撇撇嘴 这纪博答也是真的吝啬 不过就是百来万而已吗 至于做到这种份上吗 对蒋少来说 百来万不过就是一天的零用钱而已 柳如烟只不过拿点钱而已 纪博答居然想把他送进去 这男人真是小心眼 这种人看起来老老实实 其实一肚子坏水 幸好我跟他分手了 柳如烟冷笑 随后他一脚油门把卫星送了回去 蒋市集团蒋云的办公室 柳如烟敲响办公室内间的门 进来 蒋云的声音传来 柳如烟走到蒋云身边 眼眶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变得红润起来 蒋少 如烟怎么了 蒋云见柳如烟哭了 揽过柳如烟的先腰 大手熟练地覆盖在柳如烟的腿上揉摸着 柳如烟顺势倒在蒋云怀里哭泣道 纪伯达恐吓我妈 说我跟你在一起 他要报复我家 要是不给他五十万的话 他就要找人打我弟弟 还要送我去坐牢 蒋云盯着柳如烟 他真的这么说了 柳如烟楚楚可怜地点头 他胆子很肥啊 看来他不想要过安稳的生活了 蒋云发出吃笑拨出电话 去让七正健身房的老板 把纪伯达开了 只要他开除纪伯达 我就贷款给他 让那老板告诉纪伯达 只有来我蒋云面前跪下 并给柳家道歉 我才能给他一条生路 七正健身房 就是纪伯达所在的健身房 蒋云冷笑 纪伯达欠了很多钱 没了工作马上就得死 要是纪伯达换工作 他就动用蒋家的能量 在清城全行业封杀纪伯达 看着蒋云一句话决定纪伯达生死 柳如烟内心暗爽 纪伯达呀纪伯达 现在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翻身 好了如烟 我已经把事情给你办妥 你就等着他下跪道歉吧 蒋云笑道 谢谢蒋绍 他水汪汪地看了蒋云一眼 那现在轮到我来感谢蒋绍了 你想怎么感谢 看着柳如烟妖劳的模样 蒋云露出几分火热 柳如烟轻咬红唇 忽然蹲在蒋云身下 紧跟着生疏地开始使用钢学的技巧 等柳如烟感谢完后 蒋云看着他一扭一扭离开的背影 露出几分戏剧 纪伯达 你也不算一无是处 至少给我留了个厨 作为谢礼 蒋云决定 等他完腻柳如烟之后 把柳如烟还给纪伯达 如果纪伯达不答应 他就会让纪伯达知道什么叫做事 到时候他还要让纪伯达在婚礼上 当着亲朋好友的面 感谢自己把柳如烟叫到了一边 那种画面蒋云想想就觉得爽 七正健身房 我挂断和柳如烟的电话后 直接去了健身房 不是我着急上班 而是老板大电话叫我赶紧滚过去 效率还挺快 我冷笑 我知道这肯定是蒋云叫老板开除我的 一到健身房 迎练而来的就是秦勇 老季怎么了 秦勇满脸名重 他和我是大学同学 出来之后一起到七正健身房当健身教练 关系铁得很 今天秦勇以为我失恋了 不会来上班 可刚刚经过办公室时 听到老板怒气冲冲的叫纪伯达过来 秦勇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没事永子 你忙你的 我不想让秦勇担心 笑着扯开话题 滚犊子 给老子说发生啥事了 秦勇怒道 他无父无母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只有几个兄弟是罪铁 我也是其中之一 现在秦勇达一看就有获释到来 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没事 我还是摇头后笑的 你别担心 安心等着救世 秦勇达你来了呀 我正式通知你两件事 这时老板发现了我的到来 直接走出办公室 去给蒋少下跪道歉 第二 你暂时别来上班了 什么时候蒋少原谅你了 你再滚回来 话音一落 我嘴角勾起 果然不出所料 我刚想说话 谁知秦勇大怒指着老板的鼻子 姓杨的 你知不知道蒋云做了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对老金 你还是人吗 杨七正创建这个健身房的时候 秦勇和我是出力最多的 结果现在蒋云一句话 杨七正居然问都不问 直接让陆明滚 他如何能忍 大胆 蒋少的名讳是你能直呼的吗 谁知杨七正根本不在意 蒋云对我做了什么 反而是大吼道 给我闭嘴 不然连你一起开除 对他来说 纪博达和秦勇就是工具人 秦勇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他没想到杨七正居然这么舔蒋家 我上前将秦勇挡在自己身后 目视杨七正 蒋云给你什么啦 你何必为了他这样 对你的两个老员工 省省吧 还老员工 你和秦勇不过就是我养的两条狗而已 杨七正铁撇嘴不耐烦地说道 我让你去跟蒋云下跪道歉 也就是看你们两个平时忠心耿耿 才给你一条明路 不然你以为现在这个社会 谁会为了两条狗浪费时间呢 秦勇目光凶恶起来怒吼 杨七正 我拦住秦勇后淡淡地笑道 杨七正 如果我没猜错 蒋家应该是愿意借钱给你填窟窿 所以你才这么填他吧 为了几十万 隔空跪填蒋云 还是你填功厉害 我给杨七正竖了竖大拇指 我为健身房出力很多 自然知道最近杨七正债务到期了 正在疯狂筹钱 听到我的讥讽 杨七正不怒反笑 我填蒋少又怎么样 有钱就是爹 他帮我渡过难关 但利伯根本都不过 最终秦勇只能妥协 转头道 我们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和蒋云道歉 我笑了 勇子别急 我肯定要去找蒋云 但得等杨七正喊完爹我们再走 秦勇一愣 这话什么意思 杨七正怎么可能心甘情愿低头 继伯打你疯了呀 杨七正乐了 这家伙怕是被刺激疯了吧 就在这世门外忽然来了一个中年人 老孙 你怎么来了 见到来人杨七正脸色当即变了 他的债主 他还以为对方大清早是来催钱的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以往每次来到健身房都臭着一张脸的老孙 此刻却笑得好像老菊花盛开 他哈哈大笑 杨七正 你摊上贵人了呀 杨七正愣住 随后老孙竟然拿出两张纸转身递给我 季先生 这以后就是你的了 辛苦你跑一趟了 我微微一笑 没事 这种事情我很恶意 我先告辞了 老孙浑身轻松地走出了健身房 杨七正彻底傻了 这是啥情况 老孙教出来的是什么 他忍不住往前一探 这一看杨七正傻了 他知道老孙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又这么轻松了 因为老孙交给季博达的是自己的欠条 也就是说陆明花了钱从老孙手里把欠条拿过来了 你帮我还了钱 杨七正愣愣地问道 我没说话 秦永也猛了 老季 你为什么要帮他 他还想问什么 可后续来了一帮人直接把秦永的话打断 只见银行的人来了 健身房的合作伙伴来了 来催过债的杨七正的朋友兄弟来了 他们一个个进来把欠条交给了我 我手里已经攥着一打欠条了 不多不少刚好一百万 看着欠条秦永呆住了 老季你到底图什么 你不是已经没钱了吗 我现在有钱 你别担心 等会再跟你解释 我笑了笑看向杨七正 杨老板 现在这打欠条够让你喊我爹 够让你填我鞋底了吗 杨七正嘟囔道 你厉害 叫爹啊 秦永立声道 杨七正脸都绿了 看着杨七正这副吃了屎的样子 秦永心里舒服不少 但秦永不知道的是 杨七正看起来脸色很难看 其实他心里快笑疯了 纪博达被他刺激疯了 为了让自己喊爹 新家荡产帮自己还钱 喊一声爹又有什么所谓 又不会掉块肉 还钱吧 这些欠条全到期了 我献你半个小时里把钱都拿给我 这时我笑着淡淡的 杨七正不是没预料到我会跟他讨债 马上开始赖账 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现在非要我还钱的话 就拿我的命走吧 见到杨七正这个无赖样 秦永恨得牙根痒痒 这种人太贱了 我却笑了 你真确定你没钱 这健身房的设备和场地我看不错 一百万全转给我呗 杨七正脸色顿时变了 你放什么狗屁 老子投了两百万才搞这么大的健身房 你一百万就想拿走 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我给他还钱哪里是在赌气 分明是想打劫 我十分淡定 拿这些东西抵钱我觉得刚好 我给你十分钟考虑 如果你不把健身房交给我 我会让你后悔 这家健身房倾注了我和秦永的心血 杨七正既然打算开除我 那我就要反客为主 把杨七正从健身房踢出去 再把健身房交给秦永管理 也算是给兄弟的礼物 后悔 老子要是乖乖给你才后悔 杨七正嚷嚷起来 老子一半弃材就够一百万了 你还想要全部 你怎么不去死 既然你执迷不悟的话 那就别怪我了 我呵呵笑道 你个外来打工的 没人卖没背景 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招 杨七正根本不触我 这时门外忽然走进来三个人 当头一人穿着皮夹克一头黄发 朝我喊道 既哥早上好啊 看到来人杨七正脸色大变 黑狗 你们怎么来了 来的三人是 倾城借贷组织黑虎会的小弟 杨七正曾经借过黑虎会的高利贷 本来杨七正以为 可以和拖别人的账一样拖黑虎会 谁知道他刚拖了一天 直接被打进医院 还被警告下次直接断手脚 那次之后 杨七正再也不敢和黑虎会有什么牵连 生怕被砍 现在又见到这几个 杨七正就跟见了鬼一样 你以为老子是来找你的呀 我来找既哥的 黑狗学校后派了根烟给我 我笑了道 叫你们过来是有事跟你们说 什么事 你张嘴 黑狗说道 你们黑虎会是不是收债权的 我这里有个一百万的条 收不回来 按你们规定的对半价格 五十万卖你们了 我单刀直入 这话一出杨七正脸色瞬间惨白 纪博答 你他妈要干嘛 他终于懂了 原来我的衣账是这个 如果他不肯把健身房 剑卖给的话 我就硬拼损失五十万 也要让黑虎会来收账 他要是还不了钱 手脚立马就没了 我给过你机会了 我嘴角一勾 直接把欠条递给黑狗 这欠条都是杨七正的 黑狗瞄了杨七正一眼 黑黑一笑 行 兄弟们今晚就去堵他的门 不 纪博答 你别这样 我们有事好商量 杨七正惊恐到 看到黑狗对自己露出 嗜血的目光 杨七正裤子都要尿出来了 给不给健身房 你还有最后的机会 我冷笑 杨七正满脸挣扎 哥 欠条给我 我今晚就让他夹住去 黑狗手里掏出一把 蝴蝶刀刷刷的翻着 杨七正彻底崩溃了 健身房外 辛苦搁几个过来演戏了 我笑咪咪的掏出烟发给黑狗 没事 记哥平时这么照顾我们 我们帮忙演演戏也是应该的 黑狗笑咪咪道 不过搁几个之后来这里健身 你可不要宰我们太狠 放心 肯定给你们安排最贵的 去你压的 我哈哈大笑 送走黑狗后 我看着秦勇和杨七正去办手续 露出几分快意 演戏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之后把健身房交给秦勇去打理就行 片刻后 老季 你到底哪里来的钱 等杨七正失魂落魄地回家后 秦勇走到我身边疑惑地问 他可不记得我手里有这么多钱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说我中彩票你信吗 我眨眨眼睛 我可以信 反正只要你有钱 别搞违法乱记的事情 那我就替你开心 秦勇捶了捶我的肩膀笑呵呵的 信就行 我告诉你 钱的来路绝对干净 我笑咪咪到那就成 秦勇点头随后忽然露出一个笑容 我突然想知道 柳如烟要是知道你变得这么有钱 脸色该有多精彩 提到柳如烟我脸色顿时异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还得过去找他 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 柳如烟还没把偷走的一百万转回来 更没有主动还房还车 看来我还得亲自跑一趟 我便坐上地铁前往蒋氏集团 打开手机 有一条关于蒋氏集团的新闻消息 近日据说蒋氏集团 一因资金短缺问题 无法续租清城最大的环球写字楼 对此蒋氏集团宣称 莫要无中生有 集团资金链十分健康 续租事宜仍在洽谈中 看到这则消息我笑了 看来柳旭没有骗我 蒋氏的钱不够用了 再继续下拉 我发现环球写字楼的价格 还附在新闻后面 每平米每月租金一百六十角 售价一百块 看到这个数字 我眼睛一下子瞪了起来 一百块 我靠 这也太便宜了 这话一出 车厢内的人瞬间惊了 扭过头看向我 哪来的有钱人 当他们看到我一身穷酸打扮后 又撇撇嘴 露出笔意 我才回过神来 我又忘了 物价贬值了 一百块可是相当于之前的一百亿 不过我却有些新潮澎湃 我的财产可有好多个一百块 只要手指点点 就能拥有一栋写字楼了 岂不是我马上就能把蒋云和柳如烟赶出去 蒋氏集团立刻就会成为全城的笑话 我都能想得到这两人 被赶出写字楼时的狼狈模样 我马上发消息给柳旭 让他帮我把楼买下来 我不懂手续怎么弄 反正花钱就对了 我收到柳旭发的付款码 付严黑金龙卡专属 我疑惑问道 这是什么 先生 这是银行联盟专门为您提供的 不限额专属付款界面 一次幸付一百块 一时半会是搞不定的 但世界银行联盟可以立马解决 原来如此 我找个无人的地方扫码 随后特殊的保密验证方式后 付款一百元成功 这一刻我已经成了 环球写字楼的所有者 环球写字楼停车场 看着我买的车正停在 我为柳如烟专门租的车位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出手机 柳如烟 我现在在停车场 你马上把车钥匙和房子钥匙还给我 还有那一百万也马上给我转回来 气博达 你死到临头还想找我麻烦 蒋绍已经发话让你失业了 你知道吗 柳如烟尖尖厉的嚷道 他没想到自身难保的 我竟还有时间来找他还钱 我冷冷道 我死活关你屁事 马上还钱 说完我不顾正在狂骂的柳如烟 直接挂断电话 片刻后 等得不耐烦的我转眼望去 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 本以为柳如烟会一个人过来 但来的不光是柳如烟 还有蒋云和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 蒋绍 你快点赶走他 他说我要是不把车还给他 他就要让我当着全公司的人丢进脸面 柳如烟梨花带雨的道 纪博达 你胆子挺大呀 还敢过来拿车 蒋云淡淡道 车是我的 我挑眉 放肆 我让你下跪道歉 已经给足了你机会 你竟然还想拿车 蒋云如看蝼蚁一般看着我 看来你是活腻了 你自己选留左手还是右手吧 蒋云张嘴就要废掉我的手 对方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我彻底阴沉 蒋云 你太自大了 你以为倾城姓蒋吗 蒋云身后的保安 已经提着棍子要上来了 倾城不姓蒋 但至少这栋楼姓蒋 蒋云不屑地笑了 就在这时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忽然打断他的说话 谁说这栋楼姓蒋 他明明姓姬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侧目 只见一中年男人 正从一辆牢丝来撕上下来 看到来人 蒋云脸色当即大变 就在这时 你放什么屁 这栋楼是蒋氏集团的 为什么不姓蒋 还说什么性纪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你是纪伯达请来的演员吧 柳如烟忽然指着来人嚷嚷起来 蒋云 我是演员吗 中年人见到柳如烟 指责不怒返校 我倒想知道 整座青城有谁能请的动我演戏 你别吹牛了 就你还没人能请你啊 柳如烟不屑还要继续讥讽 这时蒋云忽然猛地给了他一巴掌 柳如烟立刻被扇得惨叫 蒋绍 你为什么打我 蒋云惊颤对中年人说道 中书 他不懂事 请您原谅 蒋绍 我可当不起你这句书 毕竟这栋楼现在都姓蒋了 中年人露出几分讥讽 中书 您说笑了 蒋云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 这栋楼是您的 整个青城的人都知道 这话一出 原本很生气 想要蒋云给个解释的柳如烟 瞬间如坠冰角 他万万没想到 来人竟是环球大楼的主人 他刚刚竟然指着青城首富的鼻子吗 说得轻巧 蒋云 我看你这叫不知死活 中尔立声道 蒋云瞬间惊恐 中书 我年纪还小 请您看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份上原谅我 让我原谅 中尔吃笑道 你得罪的对象可不是我 你应该跟季先生求一个原谅 季先生 蒋云当即愣住 你瞎骂 他就站在你面前 中尔大怒 蒋云脸色大变 连同柳如烟也傻了 这两个人完全没想到过 中尔口中的季先生和眼前的季伯达是同一个人 对蒋云来说 季伯达就是一只废物而已 不可能 中书 他这种小人物 我骂他两句怎么了 蒋云扔道 闭嘴 中尔彻底忍不了了 随后他转身看向我 季先生 抱歉 蒋云不懂事 不代表我中某的态度 请您见谅 没事 我白白手表示不在意 您若是有空的话 我现在带您逛逛环球大楼 以便您心里能有个底 中尔再道 蒋云和柳如烟呆住了 接收这栋楼 什么意思 这时蒋云终于动容 他想起来了 刚刚中尔说的是这栋楼性计啊 可以 我不在意 我现在的心里只想着报复 所以我露出微妙的笑容 不过在此之前 我不希望在大楼里看到蒋云和柳如烟 好的 中尔点头 转头看向身后的保镖 把他们两个人带出去 知道了 中尔的保镖立刻冲了上去 你们不能这样 我们是蒋氏集团啊 柳如烟坚嚷道 他不明白 为什么蒋云一根手指能碾死的穷鬼 突然变成能命令清城首富的大人物 蒋氏集团又如何 中尔吃笑 中书 给我们个机会 至少让我们自己走出去 蒋云金黄祈求 他身为蒋家长子 不能丢脸的 要是他被扔出去 就是向全城宣布 蒋家和环球大楼的合作破裂 这代表的就是股价会大跌 蒋家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 我刚刚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好好把握 中尔再度拒绝 慢着 我忽然开口了 停 见我发话 中尔立马命令 保镖放下两人 看到这一幕 蒋云心里更是惊恐无比 纪博达这个穷鬼 一套房 还有一百万没还 我说道 中尔恍然 原来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 让他们还吧 柳如烟脸色顺便 既博达 你不要胡说八道 那是你自愿给我的 我懒得和柳如烟争承执 将矛头指向蒋云 你搞定他 不然我就搞定你 蒋云看着我高高在上 仿佛刚刚的自己一样 立刻咬牙切齿 但面对中尔的眼神还必须妥协 柳如烟 把钥匙交出来 把钱转回去 我不 中尔眉头皱起 蒋云慌了 他对柳如烟最后的内心消失了 草泥马的 马上给我转回去 不然老子宰了你 蒋云暴怒狂吼 柳如烟直接被吓哭 好好 我拿出来 看着我拿到钥匙 以及柳如烟全额返还的钱 蒋云露出几分讨好的笑容问道 现在能不能放我们走了 赔辆车 我淡淡的 蒋云猛了没听清楚 叫你赔辆车 中尔不耐烦地重复一遍 凭什么 蒋云愕然 他没想到我忽然开始敲诈他 凭什么 我戏谑道 你刚刚说这栋楼姓蒋 你就敢打断我的手 那现在这栋楼姓计 我却只收你一辆车 已经对你够好了 我浪费了半天 只是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我可不干 我要让蒋云出点血 比如他那辆在柳如烟 去酒店的法拉里 不可能 我不会给你的 你强拿就是抢劫 蒋云嚷嚷起来 他的座价花了一千多万 是欧洲运过来的限量款 把他们扔出去 我转身摆手道 另外 蒋氏集团在三天内 搬出环球大楼 违约金无论多少我都给 钟儿瞳孔猥琐 合同里可是著名几十元的违约金 就这也不在乎 在清城当首富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比他还能装的 钟儿转头看向蒋云道 听到了没有 给车货折滚 什么 蒋云听到这个恶号 整个人都下猛了 满脸泪痕的柳如烟 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我 这个一句话就决定 蒋氏集团生死的人 真是自己那个废物男友吗 蒋云颤抖着身体 纪伯达 你真的要做得这么绝吗 违约金很多 你赔不起的 我毫不在意冷冷的 到底给不给车 给 我给 蒋云想到蒋氏集团只能妥协 交出法拉利的钥匙时 蒋云的心都在颤抖 面如死灰 我拿过钥匙走到蒋云的法拉利旁 点点头道 好车 蒋云心都在滴血 他知道纪伯达接下来 要开着他的法拉利出去泡妞飙车了 谁知我却连车都不碰 直接转身道 砸了 所有人惊呆了 为什么砸车 你没事吧 这车整整一千万了 蒋云吼道 你疯了吗 柳如烟嚷道 钟儿也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先是不在乎 以原为单位起算的违约金 再是砸千万豪车 现在的小年轻装逼的层次 这么丰富的吗 一千万又怎么样 我笑了 目视蒋云冷道 蒋云 你喜欢穿我穿过的破鞋 可我没兴趣开你开过的破车 钟先生 钟儿看着窗外的景色皱眉思索 你到底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让柳家和柳旭看上的 我转账给柳旭 所以钟儿看到付款账户 是柳旭的个人账户 所以他认为我肯定是依靠柳家 才能买下大楼 不过他并不因此觉得 我是吃软饭的 因为能吃上柳家软饭的人 那都是人中龙凤 定有过人之处 柳旭的办公室 纪先生 您的卡已经好了 柳旭将银行卡递给了我 谢谢 我收下紫色银行卡 看着我拿着一直在打量 柳旭道 纪先生 为了避免与您的黑金龙卡发生混淆 我特意将紫卡拿出来 这是顶级VAP卡 虽然比不上您的黑金龙卡 但依旧有大额的信用额度 以及其他我曾与您提过的增值服务 麻烦行长为我操心了 我笑道 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 柳旭显得略微拘谨 我随口一句话 就买下一栋大楼的行为 让他对我的财力 有了更加直观的体会 整整一百块啊 就这么随意的赚出来了 连付款二维码 是不是真的都没在乎 这让柳旭知道 我是真的不在乎 自己转出去多少钱 这种不在乎的态度 仿佛是花了 只能买两斤牛肉的一百脚一样 我把卡揣进兜里笑道 麻烦你了 一千块我刚刚已经转进去了